在今天凌晨的比赛当中,埃根廷已0比3的比分,被克罗蒂亚学习,这不仅送对手克罗蒂亚提前晋级, 而且也导致埃根廷完全失去出现主动权,上半场双方军没有进球,不过在下半场埃根廷门将卡巴列罗上演的世界杯最低级失误,也导致了阿根廷对全队崩溃的结局发生。 在赛后的评论中,卡巴列罗毫无疑问成为了全场最低分,甚至目前可以算是本界世界杯最低分, 由于阿根廷主力门将罗梅罗受伤,无法随对参加本界世界杯,这给了效力于切尔系的门将卡巴列罗一次难得的表现机会, 不过这一次,他却上演了灾难级的表现,甚至他要为这场比赛的实力负绝大多数责任, 有意思的是,赛前的一个镜头,竟成为了这场比赛的神预演,或许这场失力早已经注定, 卡巴列罗的这次失误,实际上也跟主帅方宝利的战术有一定关系, 本场比赛方宝利让梅西来到中场组织,但是他却被强大的科罗地亚中场, 进行了多重盯防和限制,而那一粒失球,也是拉根廷无法通过中场时, 贫乏回船后场倒角锁制,不过卡巴列罗突然短路, 想要通过一条精巧的挑船来展示技术, 却不想弄巧成桌一百成城, 似乎卡巴列罗的一切表现,早就已经在莫里尼奥的预料之中。 在此前的采访当中,穆帅对冰岛和埃根廷的比赛进行了评价, 他还不忘发苦问次旧爱谢尔系的门将卡巴列罗, 他表示,尚姆还是上卡巴列罗,比赛的结果都是一样的, 因为他能扑出的球,我也都能扑出来,那么何必要派他上场呢? 那么你认为卡巴列罗是否要为他和挺的失利赴全责呢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